《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 听见了神为摩西和他自己的人民 以色列所行的一切 就是耶和华怎样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 摩西从前送了他回去 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格顺 因为摩西说 我在异地做了客旅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 因为他说 我父亲的神是我的帮助 就我脱离了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和摩西的妻子 与两个儿子来到旷野摩西那里 就是到神的山摩西安营的地方 叶特罗叫人告诉摩西说 你的岳父叶特罗来见你 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一同来了 摩西出来迎接他的岳父 向他下拜 与他亲嘴 彼此问候 然后一起进了帐篷 摩西把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 向法老和埃及人所做的一切 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困难 并且耶和华怎样拯救他们 都向他的岳父述说 叶特罗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美事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就非常喜乐 叶特罗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拯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和法老的手 他也把这人民从埃及人的手下拯救出来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为至大 超乎万神之上 因为这在埃及人以狂傲的态度 对以色列人的事上已经证明了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 把梵祭和几样祭品拿来献给神 亚伦和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神面前 与摩西的岳父一同吃饭 次日 摩西坐着审判人民的案件 人民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身旁 摩西的岳父看见了摩西向人民所行的一切 就说 你向人民做的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独自做着审判 所有的人民却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身旁呢 摩西回答他岳父 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件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 我就在双方之间施行审判 使他们认识神的条例和律法 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 你这样做不好 你必疲乏不堪 不但你自己 连与你在一起的人民 也必疲乏不堪 因为这事太重 你不能独自一人去做 现在 你要听我的话 我要给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代替人民到神面前 把他们的事件带到神那里 又要把规律和律法教导他们 使他们知道 他们当走的路 应做的事 你要从人民中间 选出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 忠实可信 恨恶不义之才的人 设立他们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去管理人民 使他们随时 可以审判人民的案件 所有大事件 他们要带到你这里来 所有小事件 他们可以自己审判 这样 你就清爽些 他们也可以和你一同分担此事 你若是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你就能站立得住 所有的人民 也都能平平安安地 归回自己的地方 于是 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 照着他所说的行了 摩西从全体以色列人中 选出了有才能的人 立他们做人民的首领 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人民的案件 有困难的事件 他们就带到摩西那里 所有小事件 由他们自己审判 后来 摩西给他的岳父送行 他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在一起的地方 在一起的地方 摩西那里 感谢观看